好 到了分析和形象化葡萄酒最后两个元素 一个叫果性 一个叫甜度 何为之果性呢 其实就是口腔里面整体的舒适 舒服的感觉 譬如如我们在吃一些很成熟的生果时 我们觉得口腔里面会觉得很舒服 但如果我们吃一些酸度高的 譬如柠檬 青檸这些我们会觉得很刺猴 这些我们叫酸果性 而我们在葡萄酒里面期望的 就是一些成熟酱果的果性 譬如熟的车梨子 熟的樱桃 熟的生果类 给我们那种感觉 这个果性的包容是整体口腔里面舒适舒活的感觉 好了 原来果性和甜是两种 而甜就通常只会出现在甜酒里面 当它们在葡萄汁里面的糖分特别高的时间 就算酵母菌将糖分变成酒精也好 变不完的时间 剩下大量的鱼糖 剩下的那些我们就会感觉到一种甜味 这一瓶就为之叫甜酒了 所以sweetness是特别在我们的尼尖里面 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力 很大的感觉的 这种我们真真正的叫甜酒里面的甜味 所以如果我们去分析葡萄酒的时间 我们都需要带出到底这瓶酒的甜度是多少 另外就是这瓶酒的果性又是如何 这个就是两方面的分析 我们下期收 après 我们下期收到brahimovic 我们下期收到akukan